有请我们的健康 第三次闪亮登场 音乐器 音乐师的音响师 也是随正主了 无时无刻都在皮着挑起演员 音响老师放你的蝴蝶 张河伦被拿捏死死的 这个音响可能是运营旁放六队的物敌 老师正式一点 你的蝴蝶 林苏珊 还有万 张河伦直接被蹊跷了 好怕他当场杂坡 替幕后人员捏了把冷汗 声音可以再大一点 声音可以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行 全放吧 天想老师同放一点 谢谢 三个大的吧 你都要明白 有些人是你得罪不起的 你想那压根就是配角 他就应该当配角 对不对 他压根就是为咱们服务的 没事了 没事了 他压根就是为咱服务的 音响老师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头次看见一个人还干不过音响 搞得颜河翔这边都搭不上话 我们哥俩呢都是主角 音响是配角 忽悠 接着忽悠 你是不是要疯啊你 电话铃声响了 当一个里边当当一个咚 怕怕接电话啊 阿伟问了我一个问题 想他 是坏星球 音响师 别也在此 你音响还挺多啊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 您在幕后我们俩这巴巴的 我叫啥呀 瞧那嘴塞 我是主角 应该是悠悠的老书人来了吧 毕竟结婚的时候 可能就是用的他 开始 结婚的时候 我希望非要唱 非要放 刘欢老师的这一半 他那是结婚 不是拜 拜兄 英语演的泰坦尼克昂 BGM是聊斋 谁看了不得说一声学 我就那么像鬼吗 你说怎么样 连继生人都敢得顺 这有点分不清大小王了 别着点 别着点 哎 还不着准啊 什么改猪威见没媳妇 消失 你也在此 我是主角 我从一切我有读词 浩颜无情之 音响 告诉你今天 不是你死 就是我慌 千万不要得罪德运社的音响师 孟和唐都快被他折磨疯了 上台呢 怎么都别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决生过得刚 向我的一时父母们致敬 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哎 电话铃声响了 喂 当里面咚 当里面咚 闭口咚 爸爸接电话啊 是啥 记得运女孩之后 音响师成为又一个抢走捧跟饭碗的人 有一个朋友叫阿伟 阿伟就死了 你挑怎么偶像 阿伟死了 谁说阿伟死了 阿伟我们俩认识五年了 我们死了 看来说 你这不见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老配角轻松麻捏的相声演员的命脉 基本功在这时没有声音 啥都白配 你想那压根就是配角 他就应该当配角 对不对 他压根就是为咱服务 音响老师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没有足够多音效的音响师 都不配合孟和唐斗之斗勇 我们俩在台上说 他在后边 他是主角 你音响还挺多 你还管得了观众 你还管得了观众 音响旁的势力也太大了 听今春晚的音响师 都开始为他打宣传 音响老师放你的蝴蝶 上试一点啊 你的蝴蝶 没有点 你怎么好事 你坐下 别了他不得了 不得了 拨他的 这我就拨我的 你的蝴蝶 什么意思 他不得了啊 张鹤伦也是不讲迹象 求人办事还这么横 英雄侠客厨长的音乐 你说 we will we will ra 你 音响老师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跟我装他们 什么独来独赌啊 就 这 这 这 他还不去一点 他还不去一点 口出狂言的后果就是 想给自己来的符合气质的音乐 结果频频被耍 欧若念不可活呀 不过可给的搭档高兴坏了 音乐放到他心坎里了 可惜我们的健库第三次闪源风策 立约起 语解音响是能处 有歌他是真放 哥俩呢都是主角 音响是配角 忽悠 接着忽悠 你是不是又疯了你 电话铃声响了 当里干里干当 当里干当 爸爸接电话啊 毫无团子的发挥之地啊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 停一下 好 又放错了 平时悟空出世也挺好 不得不收这配乐还挺和谐的 这一拜是爱情吗 敢结拜了 当然 钱是不到位啊 钱请的 请音响师 我得用上啊 山不冷 天地和 财干 说他没说你是吗 你哪儿请的音响师这是 我似舅 我似舅 这大概是小月月的粉丝吧 这是你的蝴蝶啊 这不是有一朋友五玩吗 这是 这是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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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我真的我特别喜欢音响师 是吗 就是放了有那么一嘞嘞的小失误 没有必要这样啊 不一定喜欢你 来一个我那个音乐 GOODY 一座山 温哥真不愧是德语舞王 来搬进来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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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说大黄演得挺像的 音乐停一下 你怎么有病啊 哎呦你们 这还是那个门有花壁的海盲吧 那么高 这是不是一把心思的都 好意思啊 放个音乐怎么还能说要我一圈呢 跟鞋两个 跟鞋两个 演不演 我 鞋鞋表示我太难了 我心情不好 对 这个可以划死多少 他就在等活 你们哥俩要干什么 但是今天还要 这是今儿两个 我绝对 行啦 小月月戴假发 像结了村里的小朋友 开始 什么音乐 什么音乐 就怕穿大褂的开口唱歌 尤其还是意义非凡的个人单曲 张九南在四月初的杭州专场中 反场竟然没有表演自己的保留节目舞剑 他给出来解释是因为练剑的时候给自己扎伤了 果然还是那个废自己的狗子 这个舞剑是从他去年手砖开始的 他舞剑九成吹笛子 非常的有鲜侠饭 当时现场都要炸了 观众掌声如雷 直接在抖音刷屏好几天 就在大家遗憾表示没有演 狄剑合作的画面看不到了时 他还给大家准备另一个惊喜做补偿 首次唱了自己的新歌《江湖的路》 依然是满满的江湖气息非常符合他的气质 别人出新歌起码还会事先发个通告 他这妥妥的闷声干大事啊 如果不在舞台上场 粉丝们都不知道自己家的爱豆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 在拥有了狗子定场是小王子 丰台镇八方玉面昆仑霞 德云剑仙等等外号之后 从今天起张九南又可以多了一个德云歌星的称号 估计以后墓碑都刻不下了 而且歌词非常的耐思 前六句是他们两个人名字的藏头诗 真的不要太好刻了 杖剑 酒杯 男子对应张九南 高处 酒别 成风对应高九成 实名羡慕能坐在现场的每一个人 其实以后反场唱歌也挺好避免受伤 不得不说他是懂得收买观众方星的 在宜兵站的时候 竟然走到了观众席跟大家互动 这谁能忍住激动尖叫的心 不过真的夸夸在场的各位真的好好 虽然很激动 但是有非常有素质 没有一拥而上 这几年因为版权的问题 我设的老爷们都纷纷出了自己的单曲 像九南这样充满情感的孟周 也有而且意义非凡 18年的4月 孟和堂发布了属于他和酒粮的第一首 里面不但表达了观众的情感和沉默 还将搭档两人一路的心酸和努力都写了进去 情真意切 字字走心 其中还加入了一些小互动 比如酒粮部分喊孟和堂名字的这个小桥段 真的很温馨 孟和堂发完不久 周酒粮也转发了 并且也是情真意切的说 为了你们我要演变全中国的剧院 难得看见一回小先生的矫情 必须用小本本记起来 周酒粮这个性格时常是对观众对斗梗的主 今天如此深情 可见这首歌其中的含义颇深 诗歌们都如此优秀 玲珑当然也不能拖后腿 张九龄曾经在笑傲江湖的舞台上当众说过 今天王九龙要不给我捧人了 我也就不说下了 为了自己的搭档 他宁愿舍弃自己追逐十多年的梦想 这就是他们之间简单而纯粹的情谊 2018年王九龙过生日 张九龙十分感性地 发长文回顾了两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文案写得非常走心 字里行间都是兄弟间的真情实感 多看一秒就会哭得那种 并且还为他写了一首小诗 后来下一年经过加工 变成了他俩的第一首单曲 就叫《赠无兄》 为自己喜欢的人写诗 感觉是古诗人的传奇 为自己喜欢的人写歌 感觉是演唱界的浪漫 但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一对相声人的身上 不得不令人惊叹 真实搭档如夫妻 整首歌曲以说唱为主 同时歌词唱出了自己 从小学艺到现在的心路历程 德云社的控场能力真不是吹出来的 张九南演出现场 遇到观众打架 直接三言两语 就把意外变成两人现挂包袱 说完了吗 又说完了 说你们满家还不是人打架的论 真好啊 我也干了论 你回来 4月19南城在一场专场演出时 当时台上就讲述着全德报的剧情 台下有两位观众 不知道什么原因打起来了 按照中国人爱凑热闹的镜头 立马将演出抛之脑后 而是把注意了放到打架的观众身上 于是就有了九南的那句自我调侃 说半天还不如打架热闹 说完自己也要去掺回一脚 扯着大褂垫着脚就要去看热闹 这村口大妈的既视感真不像是演的 豆跟的不靠谱 幸好捧跟的还算稳重 九成这大体格子 妥妥的泰山崩于浅而色不变 让九南赶紧回来 他们这还演着戏呢 狗子见了吧 搜恋恋不舍的回到话筒前表示 说完还不忘继续挑唆大家的二位 这一番操作不仅没有让打架的风波影响演出 而且还获得观众的满堂喝彩和掌声 成功的把观众的目光拉回到了演员身上 关键是两个打架的观众也不打了 更逗的是看到他们不打了 他还不满意呢 老坎逗去观众是九南的风格 也是很多观众喜欢他的原因 要是心平气和的劝架 大家还不习惯 演出过程中发生意外情况 本身就特别考验观众的应变能力 而九南不愧是十年小剧场打磨出来的 把事故变成线挂段子 谁能不爱听呢 这也是为什么 郭德刚让德云社演员多在小剧场演出的原因 放任观众和演员互动 每天都有锻炼遇到事情也就不慌了 这要是换成某些主流相声演员 肯定立马不演了 叫保安把打架者驱逐出去 毕竟搭查都是影响艺术完整性了 其实观众大家在德云社一点都不稀奇 去年郭德刚带领麒麟剧社在武汉进行京剧巡演 也是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据在场的观众说 好像有个精神有问题的女观众 在演出过程中一直在大喊大叫 严重影响了其他观众 人家就让她安静一下 没想到她不但不听劝还直接出手打人 于是双方就打得起来引起众人围观 其实本来这场打架是演出幻场的间隙发生 演员完全可以等风波平息之后再上台 因为剧场维持秩序的保安已经出手调解了 郭德刚根本不当回事领着几位就出来了 没想到后面那三个人直接化身吃瓜群众 一个个伸长脖子对着台下探头探脑 恨不得直接下去看个究竟 甚至都差点把自己的唱词给忘了 眼看着台上台下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 郭德刚打24盒的大脑一转立马有了主意 先将吃瓜的演员喊回来说自己要做法制止矛盾 一段现挂惹得台下一片叫好 所有人的注意力也都回来了 安保人员趁着这个功夫把闹事的拉了出去 现场秩序恢复正常 这场的其他观众也算值乱买一张票看两场戏 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万事大吉了呗 万万没想到郭德刚生怕大家忘记 竟然在四人喝酒的时候 把打架的事边境京剧念百里 这现挂和控场能力也没谁了 我生老爷们各个都有绝魂 这是酒 你比我的酒啊 这是七 对 月过了一道晚 好了 七十星 我 望远平传大不迈向前 安一场少一场的铁门坎 铁门坎 不得不说一句 九龙牙口是真好 他们说那牙齐一拉罐那东西啊 是怎么回事呢 我把这种行为统称叫康复训练 就是你正常一点的人 谁没事磕一拉罐的呀 嘴巴嘟嘟硬是被九成 吹出了仙霞即适感 多想象还顺带培训单手接舞的吗 有两百种歌给师父伴奏 不得不说 吉他弹唱的酒男好温柔 桃阳真的是爱惨了京剧吧 台下人走过不见酒颜色 台上人唱着心碎的歌 有这样两头顶 月云房安全感十足 小人跟嗓子里藏的是音响吧 你在厕所里面就听的是这种音乐 你这是音血冰糖还是音血冰糖 它放慢速度你会得到一个 要是让郭德纲再继续霍霍京剧 国粹的出头之日就指日可待了 曾院长端装了一辈子的大青衣 没想到回家的说相声的一嗓子上 果然就没有郭德纲带不坏的人 老祖宗也没想到网络的热港会出现在京剧的舞台上 演出过程竟然使坏标日云 记得同台女搭档直接上脚踹 咱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来唱戏的 还是来考验人家女演员反应速度的 秦小贤该叫了 师父这段肯定是跟他学的 这个就是老郭说的 先让京剧活下来再谈其他的吧 老郭玩得很开心 我们看得很开心 演员有收入很开心 大概只有主流不开心 这就是神仙 怎么没起本话的 我一把鸭门 淘阳被揍真的一点都不亏 撤下了我的爹 想起一句古语来了 古语出来我听听 唱得很像帮子 好嘞 到我给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